這一小節說明這個最小平衡方法在所謂的data-fitting 數據的擬核 上面的應用 這個意思就是說 橫軸是x 重軸是x 那你隨機產生一些點 這些是一些點 所謂的data-fitting 意思就是說 我找一個多項式 使得誤差的平衡核最小 黑色部分就是最佳的 這個是6次方 然後這個是10次方 這個是15次方 意思是這樣 那多項式的次數小或等於 這個less name 小或小於p的小於沒有等於 小於p的是p-1次方 所以從第一個參數 第一個參數是x0次方所以是第一個 第二個到dp的 所以各位注意到 因為這個是常數相的 係數 所以這邊會有p 所以這個是你估計的函數 hat就是你想要估計的 所以基本上呢 你這時候就需要 這個 把這個點帶進來 這個x0的第一個點 x1 所以這是1 這個theta1 然後這是theta2乘上什麼 x1 然後最後一個是thetaP 乘上x1的p-1次方 這第一個點 第二個點是x2 然後x2的p-1次方 那你把這個 用方程式的方法寫出來 這是第一個點 這是第二個點 然後這是第n個點 那在我們這個例子裡面呢 有n等於100個指標點 那你把前面這個 這個 矩正呢 這是一個很特殊矩正 在很久以前的一個數學在研究 叫venimal 所以這個是一個特殊的矩正 venimal matrix 然後右邊呢 自然是你的y 或是你的b 你要找一個 最小的曲線 去 使得它的物差平方的最小 這個右邊的圖片 是它的寫的 的 來 免 ¿ 點 你